把手上的行李交给海巡人员 双手就被铐上手铐 这名穿着短袖商业的男子 远步重洋自己开船 从大陆跑到台湾 一名大陆籍男子竟然是开着子母船 直接闯进了淡水河口的渊人码头 当场被海巡人员逮捕 而且也是史上第一次有偷渡的民众 把船开进这地方 就在9号上午11点多 在新北市淡水河口 竟然有大陆船艇开进来 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 还撞上了交通船 而在他上岸后还立刻找路人 请对方帮忙报案 如果海巡人员早就已经在岸上等他 这位大陆籍人性偷渡客年约60岁 从福州开着子母船来台 但在淡水外海六里外 海巡人员就发现他的行踪 通知巴黎跟渊人码头安检索 全程监控 等他一上岸就把人逮捕 移送地解署 事后被裁定收容 选择这地方偷渡 非常罕见也很不合理 有别于其他地区 渔人码头人潮多 也没有遮蔽物 软性男子则声称 在大陆曾经发表不当言论 遭到限制出境 才会计划偷渡 实现投奔自由 而这下恐怕还是得被遣返回去 海巡在淡水渔人码头 登上对岸船只抓人 但所延伸的疑问有很多 海巡说在淡水外海六海里 透过雷达锁定的这艘可疑船舶 但问题是都已经闯过 我领海基线十二海里 怎么没锁定 确实雷达上小船跟浪波不好分辨 只是海巡全程雷达监控 怎么没主动出港就近监控 这次这艘船只是直冲淡水渔人码头 但如果最后一刻直冲淡水河道 海巡三五顿快艇才出发颈椎 恐怕已来不及拦截 其实过去两年陆军官职部都曾在淡水河上演练 关键防线阻断链 层层防护针对的就是若中共船团 只逼我首都中株负责北部的第三中央区官兵也会戒备 就算到了基隆河和大稻城 接近总部和国防部都有宪兵驻守 只是问题来了国军应对共军没问题 现在的威胁是民间船只 国军和海巡强道之间的沟通和情报交通都畅通 海龙挖兵将在七月汉光四十号植兵演习中 固守淡水河后 在汉光前发生这事件难免引发联想 目前不清楚这艘对岸船只意图为何 但依料敌从宽原则不得不防 TV约组网红刘婷提议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